Hi, how are you doing today? Are you in a good mood right now? Or in a bad mood? Are you in the mood for an English lesson? If so, let's talk about verb moods, which has nothing to do with a person's moods. 你好啊,我是最在乎你的英语老师,英语兔。 之前咱们在语法综述那个视频里说到过, 英语动词有些咱们中文动词没有的本领, 而这些独特的英语动词本领, 往往是我们中文母语人士学习的难点。 英语动词的一个主要本领是时态, 也就是动词的时间加动词的状态。 咱们在上个视频合集里, 已经详细说了英语的16种时态。 而英语动词的另一个主要本领, 就是语气,moods。 这里的语气是个语法概念, 或者说语法术语, 可不是咱们说话的语气, 比如温柔的,凶狠的,愤怒的语气。 两个语气可不是一回事哦, 千万别弄混。 英语动词语气的数量有不同的说法, 但是最主要的是三种语气, 陈述语气, 歧视语气, 虚拟语气。 也有的语法体系会包含 疑问语气, 条件语气, 感叹语气等, 这些等下会提到。 咱们先快速讲一下陈述语气和歧视语气, 然后着重讲虚拟语气这个难点。 陈述语气, 说白了就是描述现实, 比如这兔子吃了这胡萝卜, 这个咱们再也熟悉不过了, 在实态合计里, 咱们看到的例子全是陈述语气, 你可以对以上这个描述现实的句子进行提问, 比如, 有的语法体系会把这里的动词语气 另外归类为疑问语气, 虽然疑问语气, 在英语中的构成往往只是改变词序或加注动词。 再来看歧视语气, imperative mood, 它说白了就是命令请求, 比如, 兔子吃着胡萝卜, rabbit eat the carrot, 这个也很好理解, 因为中文里咱们也经常用到这样的歧视句, 再比如, 求求你给英语图我点个赞, 也是个歧视句。 它的构成也很简单, 虽然一般语法术会给你列举好几种情况, 但是英语图我这里教你一个小窍门, 绝大多数情况下, 歧视语气就是把你的命令请求用第二人称, 也就是你, 用一般现在时态表达, 然后把其中的你去掉, 并保证动词原形就好, 比如, 讲完了两种比较简单的动词语气后, 咱们着重讲虚拟语气, 虚拟语气之所以是个英语学习的难点, 主要是因为, 虽然咱们中文有同样意思的表达, 但中文动词本身没有动词变味, 而英语中的动词的虚拟语气是要变味, 也就是改变拼写的, 看到虚拟subjunctive这个词, 你可能会想到subject主语或者subjective主观的这个词, 但是从构词上来说两者是很不同的意思, subjunctive mood, 虚拟语气可不是subjective mood, 这个不存在, subjective这个词的原意是在底下的被支配的, 后执真实的, 而到了18世纪, 哲学家康德赋予了这个词一个新的意义, 即主观的, 在脑中发生的, 此后这个定义才进入日常使用, 在英语图我看来, 这真可以说是个优美的巧合, 因为subjunctive的原意是在底下连接的, 按指语法结构上的从句, 而虚拟语气也的确基本只用于从句中, 包括条件从句, 不过巧就巧在, subjunctive的主要目的, 真就是描述脑中的情况, 嗯? 脑中的情况? 你可以这么理解, 英语在描述动作或者说事件, 这一方面的思维习惯是, 如果是描述你脑中的想象, 尤其是和现实相反的, 或者说主观的意愿, 那么我们就要使用动字的虚拟语气, 如果是描述现实, 包括直接描述请求命令, 那么我们就不用动字的虚拟语气, 而是用陈述语气, 其实语气。 宝贝, 我知道你还没懂, 因为刚才说的有点抽象啊, 为了让你更好理解, 咱们再次有请法律兔。 同学们, 我们上次讲到一个案件, 说的是张三被兔子咬了, 进了医院, 张三决定报复兔子的事情, 那么张三在出院的时候啊, 夸下海口, 说是要咬兔子, 还有我们, 也用了过去将来时代里的四种情况, 描述了张三的作案动机, 可是啊, 时间慢慢过去了, 来到了现在, 兔子就是没有出现, 因为兔子听到风声躲起来了, 要不怎么说兔子胆小嘛, 于是啊, 张三现在就说, 如果我现在看到那只兔子的话, 我会咬它, 那么问题就来了, 张三现在咬到兔子了吗? 有没有, 这个案件的关键在于啊, 张三现在看见这只兔子了吗? 根据张三刚才那句话, 我们就很容易推断出来啊, 张三现在没有看见那只兔子嘛, 因为兔子躲起来了嘛, 那么张三现在自然就没有作案机会啊, 也就是说, 张三这句话描述的, 是一个和现实相反的, 在他脑中想象出来的情况, 虽然, 这样的情况, 在我们的中文里形式上没有什么特殊, 动词看见, 咬还是那几个字, 我们也只能通过上下文, 来判断具体案件细节, 可是英文就不同了, 如果某个描述于现实相反呢, 我们就要用到所谓动词的虚拟语气, 具体的说来了, 张三现在说的那句话, 如果我现在看到兔子的话, 我会咬它, 就不能说, if I see the rabbit now, I will bite him, 为什么不能那么说, 因为这里有个now, 表示就是现在很明确的时间, 都是在客观描述事实, 或者很确定在将来会发生的事嘛, 而事实不是这样嘛, 那么怎么办呢? 咱们就把动词时间往过去推一个时间段, 变成, 现在时间里居然出现了动词see 以及助动词will的过去式, 没错, 这恰恰就是英语虚拟语气的难点, 或者说让不少同学感到混乱的一个现象, 这里动词是过去式, 但是并不表示过去时间, 也就是说, 这句话不是在描述过去发生的事实, 而是在描述现在的没发生, 但是希望发生的事, 是一个主观意愿, 或者说想象的假设, 换句话说, 只是看见剧中出现so, 这一个过去式, 咱们还不能仅仅根据这一信息来判断这是过去时间, 而英语考试特别爱考这一点, 因为这一点上能做很多文章, 以上是虚拟语气的第一种主要用法, 表示和现在事实相反, 你也许还要问, 我们不是经常说, if someone does something吗? 好像没用虚拟语气吧? 比如张三刚才的第一句话, 现在改成将来, 比如明天, 就是, 这显然是正确的, 没错, 这里的动词c没有用虚拟语气, 而是普普通通的陈述语气, 有的语法体系也会把这样的动词语气, 另外归类为条件语气, 虽然它的构成, 在英语中和陈述语气没有区别, 张三如果这么说, 那他觉得明天完全有可能, 看见那只咬了他的兔子, 他就可以报仇了, 但真的是这样吗? 据可靠消息, 咬了张三的兔子啊, 听到风声, 昨晚就跑到月亮上去看望嫦娥姐姐了, 那你说, 张三明天还有机会咬兔子吗? 没有吗? 所以呢, 张三知道, 接下来一段时间里, 他多半找不到这兔子了, 于是他只能说, 万一我明天看见那只兔子, 我要咬它, 他这里说万一, 其实就是表明啊, 哎呀, 明天看见这只兔子的可能性太小了, 就是我想象一下而已, 意影一下而已, 对应的英文呢, 一般也要用虚拟语气, 用来表示, 像这样的将来时间里, 可能性很小的动作, if I should see the rabbit tomorrow, I would bite him, 条件距离动词虚拟语气构成是, should加动词原型, 而主剧里不能用wheelbite, 因为很确定, 才用将来事态wheelbite嘛, 这里是假想, 所以要用woodbite, 以上是虚拟语气的第二种主要用法, 表示和将来事实相反, 或者说描述将来很小可能性的动作或事件, 那么张生现在找不到这兔子, 也知道接下来多半还是找不到这兔子, 所以就特别后悔, 没在前段时间刚出院时候就去咬兔子, 你看, 他嘴角忍不住流下了泪水, 他就说, 哎,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 我要是前几天看见那只兔子就好了, 当时就会咬他, 那能不能这样说呢? If I saw the rabbit a few days ago, 你应该看出问题了, 如果这么说, 岂不是除了时间复词, 和刚才那种表示与现在相反的虚拟语气形式一样了吗? 那么, 刚才说到, 如果和现在事实相反, 动词虚拟语气要用过去式, 那如果和过去事实相反, 动词虚拟语气要换成什么形式呢? 答案是, 动词虚拟语气的变位, 就要改成过去完成态的形式。 If I had seen the rabbit a few days ago, 你可以把过去时间的虚拟理解为, 假设对过去某一点有影响, 所以是完成态。 而这样的假设, 当然在条件之中, 那主剧里还能不能说, I would bite him? 不能, 否则不是又回到现在时间了吗? 所以主剧, 也同样要改成完成态。 I would have bitten him, 整个一期就是, If I had seen the rabbit a few days ago, I would have bitten him. 以上是虚拟语气的第三种主要用法, 表示和过去已经发生的事实相反, 不可能的情况。 除了以上三种假设, 虚拟语气还有其他用法, 咱们还是听听英语图怎么说吧。 好的, 刚才法律2给我们讲的, 就是虚拟语气的两大用法之一, 做不可能的假设。 而刚才也提到, 咱们做不可能的假设, 按时间分, 又可分为对现在的假设, 对将来的假设, 对过去的假设。 咱们再快速总结一下, 确保你这次真的懂了。 对现在的不可能的假设, 条件句中动词虚拟语气要用过去式来表示, 而主句用would加动词原型, 如If I knew it, I would tell you. 这里并不是说如果我过去知道, 我过去会告诉你, 而是如果我现在知道, 但是其实并不知道, 我现在会告诉你。 如果你对动词过去式不太了解, 请参见实态视频, 以及在这个网址上的不规则动词列表。 另外,如果动词是be, 那么过去是要用were, 而不是wars, 不管是什么人称, 如If I were you, I would give this video a thumbs up. 如果我是你, 我会给这视频点赞。 言下之意, 我不可能是你, 所以千万不能说If I am you, 那你就变成可能的了。 这,不会吧,不会吧。 对将来的不可能假设, 所谓将来的不可能, 出了真的不可能, 比如兔子下蛋, 之外, 也包括将来的可能性很小的动作事件。 比如英语图我这个虚拟语气视频, 上热门榜第一。 条件剧中的动词虚拟语气, 要用should加动词原型, 而主句一般也用would加动词原型, 如, If I should meet thee after long years, how should I greet thee? 这是英语图我之前读过的拜伦的 When we two parted中的诗句。 拜伦就是要表达, 咱俩相会遥遥无期啊, 所以是万一我将来重逢了, 我又该如何面对你呢? 可能你刚才看到should的时候, 还感到有些奇怪。 should不是应该的意思吗? If I should see the rabbit tomorrow的意思难道是, 如果我应该明天见着兔子? 这说不通啊。 也许你并不知道should其实是should这个词的过去式。 我们在时代视频里曾提到, 构成将来时代往往用will或should, 这里其实就是用了should的过去式, 并没有应该这个含义, 而should的另一个身份, 做情态助词时, 才有应该这层含义。 顺便提一下相似的助动词的过去式变位, 因为有些同学可能不是很清楚, should, will, would, can, could, may, might, 在语法综述视频里, 英语头我提到过, 情态助词属于助动词的一种, 你现在是不是有更深的理解了呢? 而其实刚才主句中的would, 也真的可以用should, could, might来替换, 当然也要看具体语境。 另外, 条件句中的should, 也可以用were to来取代。 再说对过去的不可能假设, 条件句中的动词虚拟语曲要用had加动词的过去分词, 而主句一般用would have加动词过去分词, 如, if I had watched this video before, 我要是之前看了这个视频, 那绝对能考出个好成绩。 言下之意, 我之前并没有看过这个视频, 所以多半我并没有考出好成绩。 好, 以上是虚拟语气的第一大用法, 可以说占了虚拟语气使用的大多数情况。 而接下来的第二大用法, 是用虚拟语气表达愿望, 请求, 建议, 命令等。 说白了就是, 希望某个动作, 事件发生。 其实这也很好理解, 因为这样的希望也是发生在我们脑中的, 而非在现实中已经发生了的事吗? 而这样的虚拟语气用法特征也很明显, 因为这样的动词虚拟语气, 一般和一些表达愿望的词一起使用,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wish这个词, 中文一般翻作希望, 而你可能还知道另一个词, hope也翻作希望。 这两个词最大的差别就在于wish, 是希望可能性小的事发生, 而hope就比较中性, 所以wish和其他动词的虚拟语气一块使用, 也就不奇怪了。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对现在的愿望, I wish that I were a rabbit, 我希望我是只兔子, 构成是wish加动词过去词, 如果是动词be, 则过去词用were, 不管是哪个人称, 这个句子中, I是主语, wish是位语动词, that引导的从句, 做句子的兵语, 也就是一个兵语从句, 这里的引导从句的that, 往往也可以省略, 所以I wish I were a rabbit也对, 你发现了吗, 这样的形式, 其实和之前讲的假设情况中的, if I were的构成是一样的, 咱们比较一下, I wish that I were a rabbit, if I were a rabbit, I would eat a carrot, 那么常见的错误和之前一样, if I am a rabbit, 这样说就很奇怪, 因为am是be这个动词的陈述语气, 所以I am是陈述, 表示事实上我就是只兔子, 那又怎能假设呢, 不自相矛盾吗, I wish that I am a rabbit, 也是一样的问题, I am都已经表明我是兔子了, 又怎能再做这样的希望呢, 那我再考考你, 如果我说, I wish you were here, 是什么意思, 到底是我希望你曾来过这, 还是我希望你现在就在这, 如果你认为是我希望你曾来过这, 请在公屏上打一, 如果你认为是我希望你现在就在这, 请在公屏上打二, 那么刚才是wish表达现在的情况的不可能的希望, 很自然的, 过去时间里也有对应的用法, I wish that I had eaten the carrot, 我希望我吃了那只胡萝卜, 这里希望的是不可能的事, 那么言下之意自然就是, 我没吃那胡萝卜, 后悔啊, 构成是wish加had, 或者would have加动词的过去分词, 将来时间里的对应是, I wish that I could eat the carrot, 我希望我能吃那只胡萝卜, 言下之意是, 我多半吃不到那只胡萝卜, 丧心啊, 构成是wish加should, would,could,might加动词原型, 通过wish这个词, 咱们了解了虚拟语气的第二大用法, 也就是表达对现在过去将来的某个动作, 事件的希望, 那么表达愿望请求建议命令, 当然不止wish这一个词, 咱们再来看一些例子, I would rather that you didn't eat the carrot, 我宁愿你不会吃那胡萝卜, 一看见didn't do it, 你是不是本能认为那是过去, 可是要注意哦, 这里would rather和wish一样, 后面要接虚拟语气, 所以这里是表达现在的希望, 所以这句话是说, 我宁愿你现在, 或者说接下来不要吃那只胡萝卜, 言下之意, 你还没吃它, 可是我就是希望你别吃, 那如果我改成, I would rather that you hadn't eat the carrot, 这样的确就是表达对过去的希望了, 表示我宁愿你没吃掉那只胡萝卜, 但是呢, 恰恰因为我使用了虚拟语气, 所以你可以推断出, 你已经把那只胡萝卜吃掉了, 我也就是对过去妄想一下而已, 除此之外, 我们还可以用demand, suggest, insist, order, 这样的词表达请求, 建议, 命令, 而这样的词后面接的虚拟语气, 一律是should加动词原型, 这和wish稍稍有点不一样, 请注意, 比如, 我要求建议坚持命令你给我一根胡萝卜, 这里的should也可以省略, 所以 如果我用过去式的 后面也是一样, 我之前要求建议坚持命令你给我一根胡萝卜, 有时候我们也可以变化一下句式, 表达相同或相似的意思, 刚才I suggest that you eat a carrot, 是个兵语从句, 我们可以把它变为一个主语从句, 也可以把它变为一个主语从句, 也可以把它变为一个主语补语从句, 也就是表语从句, The suggestion is that you eat a carrot, 还有的时候, 说建议甚至都不需要用到wish, suggest, demand这样的动词, 比如我们还可以说, It is time that you ate a carrot, 或者It is high time that you ate a carrot, 这里的ate也是虚拟语气, 而这里的从句是个定语从句, 如果你对以上从句不是很了解, 不要怕, 英语托我之后会做一个视频合集, 细说英语中的各种从句, 好的, 以上我们算是比较快速地讲了, 英语虚拟语气的最主要的一些情况, 其实还有很多细节, 英语图我这里已经略过不讲了, 说实话, 这个简化版的虚拟语气讲解, 对于刚接触它的同学来说, 可能还是有些让人迷糊, 尤其是因为它很容易和时态弄混, 而且还偏偏在各种时间里都可以使用, 所以咱们最后再做个总结, 英语动词主要有, 陈述语气主要用来描述现实, 歧视语气主要用来直接下达命令, 请求等, 虚拟语气主要用来描述脑中想象的动作事件, 而非真实世界里发生的, 所以它主要的用途是表达, 一, 与事实相反的假设, 二, 表达愿望, 请求, 建议, 命令等, 用虚拟语气可以表达和现在, 过去, 将来相反的假设, 构成分别为, 与现在相反的假设, 条件句中动词过去是, 主句中, would加动词原形, 如if I saw the carrot, I would eat it, 与过去相反的假设, 条件句中动词过去完成时, 主句中would have加动词过去分词, 如if I had seen the carrot yesterday, I would have eaten it, 与将来相反的假设, 即很小可能性的事件, 条件句中should加动词原形, 主句中would加动词原形, 如if I should see a green carrot tomorrow, I would eat it, 用虚拟语气表达愿望, 请求建议命令等, 一般和表达这样意思的动词一起用, 最具代表性的是wish, 也可以表示对现在过去将来的愿望, 构成分别为, 对现在的愿望, 从句中使用动词过去时, 如, I wish I saw a carrot, 对过去的愿望, 从句中使用过去完成时, 如, I wish I had seen a carrot yesterday, 对将来的愿望, 从句中使用, what should could might, 加动词原形, 如, I wish I would see a carrot tomorrow, 另外除了wish, 英语中还有其他的说法, 如, demand, suggest, insist, would rather, 经常后接动词虚拟语气, 而虚拟语气可以存在不同类型的从句中, 比如, 主语从句, 主语谱语从句, 也就是标语从句, 宾语从句, 定语从句, 英语从句, 咱们在之后的从句合集里细讲, 英语动词的虚拟语气, 对我们母语中文人士来说有一定难度, 就是因为我们中文动词本身没有动词变味, 但是你只要多多练习, 熟悉它的构成, 同时注意把它和动词的实态区分开来, 即使往往变味拼写相同, 其实也是, 会者不难, 请加油哦, 好, 这次就到这里, 我是最在乎你的英语老师, 英语图, 请花几秒钟帮忙关注, 点赞, 转发评论, 十分感谢, 我们下次再见。